各位,上次说到铁笛先生入屋要杀李尘欢的时候,林思音突然冲进来,说他是这间屋的主人,要杀人都要等他动手先,因为李尘欢打残了他的儿子,现在他是来找李尘欢报仇的。 他说,铁笛先生想了一段时间,好了,我先让你出手,我跟着出手。他自信自己知道铁笛的银钉快如闪电,就算是后发,也可以先到。 谁知道林思音走着走着他面前,忽然反手一掌,打到他胸口里。 林思音虽然武功不高,但毕竟不是弱不禁风的弱女子,这一掌他出尽全力,铁笛先生一个冷不防,被他打到撞到墙上。 那本来呢,他进屋之前就已经被阿飞打伤了,他全靠暗气伤人的。 这时候,整个人被撞到墙上,撞到伤口抹开,即时就痛到暈了。 林思音的心一阵激动,几乎又暈了。 你尘宽知道他一世人,连艺都不忍心踩死的。 见到他居然出手伤人,都不知道是心痛还是欢喜。 不过还是硬着心肠,冷冰冰地问林思音,你走来干什么呀? 这见林思音出力吐了几口气,个人才没那么震。 我,我来干什么呀?我是来放你走的。 我知道,你是为了龙少运而不肯走。 但是你又知道他,他…… 林思音一说到龙少运,又像整身猛地打阵。 阵得比先头更加厉害。 他出力掀着双拳,指甲蹲到肉都已经损了。 龙少运他,他出卖了你。 他本来就是和田七爷那些人串通一气的。 说完这句话,他已经全身没力了。 要不然就把桌子放下了。 他想着李尘寬听了这些话,也一定会大吃一惊。 哎呀,怎么知道李尘寬的神色没有变化。 甚至连眼都不斩一下,反而小笑。 李尘寬、李尘寬。 你到現在還不相信我 士忍 這兩天你太累了 難免會搞錯很多事 你還是回去好好睡覺 到明天你就會知道你丈夫是個好可靠的男人 林思忍看著她 失晒神地瞪大眼 看了很久很久 一下趴在桌上就放聲大喊 李尋歡閉上眼 似乎不忍心再見到她了 士忍 你 你為什麼 話口未完 她忽然吐了一口血出來 林思忍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 十幾年來一直壓制著她的情感 這時候就好像山紅一樣全部爆發出來 她忽然忽然撲到李尋歡 你不走 你不走 好 那我就 我就死在你面前 李尋歡咬緊牙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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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死也好 他 antenna 生也好 類似與我無關 啊 林思忍十聲打鼓頭 連請他 李 李 他每講的理智,那個人就退後一步 忽然間,他發個砰聲,撞到後面一個人的身上 龍少雲的臉色嚇臉馬,好像鑊撈那樣 他抱緊林思音,好像擔心自己一鬆手 林思音就要從他身邊消失,而且永不復返 林思音一見到他的手,整個人震靜了 你說你的手,你又永遠不要再碰我 龍少雲臉上的肉握了一塊塊,好像被人發了皮鞭 他的手就慢慢鬆開,看著林思音 你全部知道了,林思音就說了 只包不住貨,要想人不知,除非幾莫為 你,你全部都說了給李尋寬聽 李尋寬就忽然間笑了,哈哈哈哈 其實不用私隱告訴我,我早就知道了 龍少雲似乎一直不敢面對他的,這陣子才看著他 什麼呀,你早就知道了 沒錯,就在你抱著我的身,被田七爺點中我粵道的時候 只不過,我就算知道,也不會怪你的 龍少雲就聲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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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了 你,你,那你,你,那你,你,那你反正知道了 你怎麼不早點說出來呢,哈哈哈哈,我為什麼要說呢 林思音也看著李尋寬,他忽然又忽然地打振了 你不走 是不是為了我呢 李尋寬 走走眉頭 為了你 你怕我 你怕我知道了會傷心 你不想拆散我們這個家 因為 我們這個家 本來就是你的 他未曾說完 已經眼淚汪汪 誰知李尋寬 忽然嘎嘎嘎笑 哈哈哈哈 女人為何總是這麼自我陶醉 我不說出來 不過因為是說了也沒用 我不走 因為明白龍少雲是不會讓我走 哈哈哈哈 他猛地笑 之後猛地咳 眼淚水都流出來 他也不知道是笑得出眼淚 還是咳得出眼淚 林思音很淒涼地說了 尋寬 現在無論你怎麼說都不要緊 反正我也知道了 李尋寬一下收著笑聲 大聲問 你知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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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不知道龍少雲這樣做是為了誰 你知不知道 他是怕我來拆散你的家 所以才這樣做 因為他看見這個家 比什麼都要緊 看見你 比什麼都要緊 林思音看著他 忽然又傻耿耿耿跟著笑 哈哈哈哈 龍少雲害了你 你還要幫他說好話 哦 多好啊 你真是救了朋友 哈哈哈哈 但你知不知道 我也是人 你對不對得住我啊 哈哈哈哈 講到後來 都分不清他究竟是笑還是哭 李尋寬有隻騎騎的聲音 咳得出血 龍少雲看著他就很激動 是啊 沒錯沒錯 我的確是為了這個家 為了我的兒子 我本來好地地的 尋寬兄弟你一來就全部改變了 我本來是這個家的主人 只你一來 我就覺得好像在這裏作客 我本來有個好聰明的兒子 你一來就要他變成廢人 李尋寬就說了 唉 龍大哥 你說得對 我 我真的不應該回來 龍少雲這時候 一下子又緊緊抱著林思音 但是我 講來講去 我最主要還是為了你的思音 我把所有的一切全部還給你尋寬都不要緊 不過我不可以沒有了你 唉 說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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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 他眼淚水碰流 林思音他看著眼 但眼角的淚水就像斷線珍珠一樣掉出來 龍少雲 你如果還有一程為我著想 你就不應該這樣做 龍少雲就說 是 我也知道這樣做不對 但是我真的很害怕 你怕什麼 我 我怕你離開我 因為你就算不說出來 我也知道你沒有忘記李尘寬 我很怕你又要返回他那裡 臨師忍忽然猛小了身 拿開你的手 你的手不止髒 心更髒 你當我是什麼人 你當李尘寬又是什麼人 他整個撲到地上 就放聲痛哭 你 唉呀 你難道不記得我 我是你妻子 龍少雲站在那裡 好像一下子變成一個木頭人 唯有眼淚 還不停地流 李尘寬看著他們 暗暗沉沉地說 唉 這是誰的錯 究竟是誰的錯啊 話說阿菲這時候 覺得自己整個人軟綿綿 好像睡在雲頭上 空氣中飄蕩著一種若有若無 如難如輕的香氣 他現在醒了 但好像還在做夢一樣 他簡直不願醒 因為他這輩子 從來沒試過這樣 在一個這麼溫暖的地方 他甚至連這樣的夢都沒做過 他發出的夢 永遠只有冰雪 荒原 虎狼 或者一連串無窮無盡的災禍 折磨 苦難 不久 聽見有人說了 你醒了啦 那聲是這麼溫柔 又是這麼關切 阿菲忍不住睜開眼 見到一個絕色家人 面上戴著世界上最溫柔 最可愛的笑容 眼波中 戴著最深厚的情意 他記得自己小時候有病 自己媽媽又是這麼坐在他身邊 又是這麼溫柔地看著他 不過這些已經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 久到連他自己都幾乎不記得了 阿菲掙扎著要下床 這裏 這裏有什麼地方啊 他剛好坐起 又是噗聲噗下 林仙怡很溫柔地幫他蓋上皮 你不要管這裏是什麼地方 就當這裏是你自己的家 我自己的家? 阿菲從來都不了解家這個字代表什麼意思 她從來都沒有家的 林仙怡又說了 哼 我猜你的家一定很溫暖 因為 你有一個好媽媽 她實在是很溫柔 很漂亮 又很疼你的了 阿菲沒有出聲著 都不知道過了多久 在那裏才慢慢說 我沒有家 又沒有媽媽 啊? 林仙怡又有點惡然 不過… 不過你昏迷的時候一直叫著你媽媽的名字啊 阿菲沒有動 臉上也沒有什麼表情 我七歲那年 我七歲那年 媽媽就死了 她面上雖然沒有表情 但是眼就濕透了 林仙怡倒下頭 哎呀 那對不起 我… 我不應該提起你的傷心事啊 阿菲說 是你救了我的 林仙怡就說了 當時你已經暈了 所以我就暫時搬你來這裡 不過你儘管安心養傷了 沒有人敢撞進來這裡的 我媽臨死的時候 再三交代我 叫我永遠不要受別人的恩惠 這句話我一直記住的 但是現在 現在我就欠了你一條命 哎呀 你什麼都沒有欠我 別忘了 我這條命都是你救回來的 唉 唉 你為什麼要救我 為什麼要救我呢 林仙怡默默陷情地看著阿菲 情不自禁拿手 輕輕摸一下她的臉 你現在什麼都不要想 以後 以後你就會知道我 知道我為什麼要救你 為什麼要這樣對你 她的手 柔弱無骨 溫如美玉 她美麗的臉上 凡是一層朝霞的紅韻 唉 阿菲閉眼了 她的心本是堅如岩石 但這時候都不知道怎麼搞 竟然連心底最深的地方都震動 好像一湖淨水 忽然間起了無數小波浪 她從來都未想過 自己居然會有這種感情 不過她還是繼續閉上眼問 現在是什麼時候了 林仙怡就說 還未曾到三更 阿菲一聽 又掙扎著坐起來 林仙怡人立刻按著她 哎呀 你想去哪兒 阿菲咬咬咬咬 我 我不能讓前七爺帶走李尋寬 唉 她都走了 阿菲啪聲又跌回到床 汗如雨下 阿菲 阿菲 你先跟我說 現在還未到三更 是 現在還未到三更 不過李尋寬昨天凌晨 就已經被帶走了 什麼 昨天凌晨 咦 難道我已經睡了一天一夜了 林仙怡拿了一條粉紅色的絲巾 輕輕索乾一下她額頭的汗水 你傷得很緊要 唉 是你的 其他人都怕熬不住了 所以你現在 要乖乖地聽話 好好的養傷 呃 但是李尋 嗯 林仙怡輕輕掩著阿菲的嘴 我不准你再提她 因為她的處境 還未曾有你這麼危險 就算你要救她 都要等養好傷再講 她扶著阿菲 枕回到枕頭上 你放心吧 森微大師說過 要帶李尋寬去少林寺 那一路上 李尋寬就不會再有什麼危險的了 李尋寬是否好像林仙怡說那樣 有森微大師帶著 路上就不會有危險呢 要知後事如何 請聽下回分解